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暑假作业 十秒钟你们要把这个答案写出来 然后一起翻牌子给我看 我已经知道了 成语啊 好 搞 好 好 结束 三 二 一 谢谢 这是我的答案 我们换第二遍 第一个不可能是屎吧 形容一个人非常的努力 什么困难 分 八 不想不想不想啊 好 下面这个 数字题 这填一个数是吧 零啊 我知道什么 我绝对知道了 绝对只百分百 计时啊还是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写的个数字规律吗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怎么写的 三 二 一 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个 个词 门前大小侠有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输一输 二四六七八 我云 是在侮辱我们的智商 你被困在一个屋子里 有三扇门 第一扇门后面是烧人狂魔 第二扇门后面有一头饿了一年的狮子 第三扇门后面是燃烧的大火 然后你现在要逃生的话 你选哪一扇门 五 四 这肯定不是一二三 二 一 好 千奇先来吧 我看到你的这个答案了 我觉得 我觉得二跟三都有可能 嗯 因为二 我告诉你这个肯定不是一二三 绝对不是一二三 绝对不是一二三 嗯 答案就是一二三里面集中一颤 哈哈哈哈 那么图定 我找二因为 狮子 就是它咬人要么就 咬一个胳膊咬个腿 就 或者啊 我闹着了 狮子不吃人对不对 狮子不吃人对不对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什么时候听说狮子不吃人 小卡你还 我选二 你也选二 好那我们看一下王一蓝 王一选几 我就在屋子里面不出门急死他们 哈哈哈哈 其实这个正确答案的话 我听到 是因为 饿了一年都饿死了 是楸水 也比世 好 快看 加油 好 非常良匠